讲功来说财 好像是半个月前 还是一个月前 我们访问了马萨老师 他带了两本书 一个是我们一起来吃面 还有我们一起来喝汤这样子 那马萨老师书就有种魔力 就你看了以后就觉得 好简单 刚才做做看这样子 我想很多人看 那个马萨老师的 那个马萨什么料理ABC 大家都会跟着做这样子 所以拿到马萨老师书 当然要翻开来看做一做 后来我发现 我最喜欢挑那种食材比较少的 然后就觉得 小朋友也很爱吃的 然后最好可以摇身一遍 变成大人也可以吃的 我发现他有一个 辣味的味噌绞肉乌龙面 很简单 因为绞肉真的到处都有 不知道超市哪里 通常家里会有些绞肉 然后又用到了 我最喜欢吃的绿豆芽 然后再加上一些葱花 然后家里一定会有一盒味噌 每次煮味噌汤 不知道其他还能干嘛 所以拿味噌来做菜是我最喜欢的 所以就赶快来试做一下 这个马萨老师的味噌绞肉乌龙面 很好做又很好吃 然后只要加点辣油 就变成大人的口味了 所以这道菜很适合小朋友吃 然后给大人吃的时候 自己再加点辣油就OK了 好那做法很简单 第一个就拿平底锅加热以后 先把蒜头还有葱花葱白的部分 就是葱绿先摆到最后再放 葱白的葱花就一开始把它放下去 然后跟这个蒜头一起炒出香味来以后 就把猪脚肉一起放进去 也拌炒一下 猪脚肉刚刚变色 不用把它炒到什么略带胶色都不需要 刚变色的是同时猪肉的猪油也跑出来了 所以你可以闻到猪脚肉的香气 还有蒜头的香味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你的绿豆芽放进去 这时候绿豆芽可以 像我的话放比较多一点 因为我喜欢多一点蔬菜 而且绿豆芽在乌龙面里面口感 正好跟乌龙面不太一样 乌龙面是比较Q弹的 然后绿豆芽咬起来是一种 有点脆口的口感 所以你把它放进去炒一下 炒的同时你要加点高汤 然后这时候高汤 你可以用日式的柴鱼高汤 或是你家里有昆布高汤 都没有的话 没关系你就先放水 你先放水下去 然后你再把柴鱼片 把它剥碎碎的 然后丢进去 也有一样的效果 所以锅子也很香了 就是蒜头跟猪肉香气 同时绿豆芽在里面了 然后你把水丢进来 大概要用到 这个做大概一人份的 所以你就把水 大概需要50到60cc左右 放进来以后 然后你就开始煮它 在煮的同时 你就可以把你的味噌调味料放进来 这个味噌调味料就是一大匙的味噌 然后用 因为味噌很稠 你就用清酒 还有放一点砂糖 因为味噌都比较咸 砂糖一小匙 给它一点柔顺的味道 然后加点清酒 把它和开来 就把这个酱料把它倒进来 然后倒进来以后 你就可以把你的乌龙面放进来了 然后因为马上老师跟很多日式老师一样 他们很喜欢用的就是那种 极速冷冻的乌龙面 这种乌龙面 因为它已经熟了 它只是极速冷冻 所以很容易就是入味 所以你把它放进来以后就盖上锅盖 这里面就已经有猪肉的 正在煮面加水 所以猪肉的咸甜 加上你味噌的味道都会煮到50-60cc汤汁里面 然后正好你乌龙面下来以后 它就可以吸收汤汁的味道 然后你就把锅盖盖上去 然后就让乌龙面在这里面热度把它散开来 乌龙面一散开来 就可以用筷子把它拌起来 然后就跟你刚刚所有的食材全部把它拌一拌 就这么简单 拌匀了以后就可以起锅 然后把葱绿撒上去了 看起来很简单 可是它用味噌的味道 加上了砂糖又加上清酒 这样去稍微煮一下 吃起来就有一种像居酒屋的味道 你可以试试看 因为很少用味噌来煮乌龙面 所以你可以试试看 这个味道煮起来以后 你可以有一些给小朋友吃 自己要吃的话你可以撒点辣油 那就会有个辣味的味道了 非常好吃又很好做 在家里试试看 这个是马嫂老师的味噌绞肉乌龙面 OK 好的 今天来到现场 他刚刚我在讲这个马嫂老师书 他说他 马嫂老师也是他崇拜的对象 那他自己本身呢 我们之前也访问过他 他这一次出的这一本书叫 零失败免烤箱不需要烤箱 完美烘焙素 欢迎烘焙点子王陈文山Mountain 哈喽你好 嗨你好 文山你好 这个这次带来是完全不需要烤箱的 对 怎么可能我看这 我翻开这个书里面 这些所有看起来都像是我们外面 很高级的那种甜点店 会卖的一些烘焙的那个点心 对啊 因为其实我还是把一些 我们外面烘焙点心的 比较畅销或是比较流行的 然后我们就是把它拿来运用 所以我说为什么 马嫂老师是我的偶像 也是我想要学习之一就是 呃做烘焙来讲 我们就是把家里能够加热的东西 那我们拿来运用做成像甜点这样 像生活化 那如果不用小烤箱或者不用烤箱 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东西来做甜点 例如说 哦因为 我例如说我们可以用电锅来蒸 嗯 或者是如果没有电锅 我们可以用微波炉来取代 微波炉也可以 我最怕人家用微波炉因为不好掌握 对对对 然后不然就用呃如果没有电锅 我们也可以用隔水夹的来蒸的那个蒸笼来蒸它 嗯 包括送平底锅来煎蛋糕也可以 那想要这样做法是因为其实 因为其实现在大家普遍家里都会有些小烤箱了 早上的烤面包什么的 那是因为你觉得用烤箱 小的烤箱还是不容易做到这个要做到烘焙的效果吗 也不是 因为其实现在跟我 现在这是很多学生 因为我在教课 情况下学生跟我说 老师不好意思我家真的很小 现在你也知道像一瓶都很贵 那你家里可能不需要有烤箱 可是你一定会有电锅 就算你再没有电锅 你也有平底锅 就算没有平底锅也有不沾锅吧 嗯 所以我不想让他们有怠惰的理由 所以就是可以出一些可以任何可以加热的东西都可以来制作甜点 对这样听起来比较没有烤箱的人家通常都是一个人 所以你刚讲一个人住的话 他可能就不会放烤箱了 因为他没有小朋友嘛 对多半就是他用平底锅 电锅他一定会有的 一定会用这两样家里单身的人 家里会有来做这种烘焙 那这本书好像专门是给单身的人 当初构图这个食谱的时候 我是有点比较悲观 就只有一个人他感觉很孤单 可是后来你会发现说 其实我里面有些是六寸 有些是四寸 可是后来你换个角度去思维 就说我可以做出一个比较像样的蛋糕 那拿去你家里分享 用分享的构图来出发这样子 所以包括里面有礼盒啊 就是牛肝糖之类的 可是牛肝糖可能需要一些搅拌机 可是如果你没有搅拌机 你可以学一些里面的雪Q饼啊 或是捏捏饼干来炒 这样之后都可以再制作 对因为这个陈文山老师本身呢 也是这个非常幸福啊 自己有一个家庭 然后有很漂亮老婆 女儿现在几岁了 女儿现在五岁 五岁 所以这本书呢 虽然写的是给能做出一人份单身的甜点的提案 基本上呢 陈文老师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他希望你学会了以后呢 你就可以脱单身了 因为你自己会做烘焙 对不对 那你遇到一个很幸运的对象 可以跟他一起分享你的烘焙的甜点 以后呢 你就可以组成一个家庭 就会有小孩了这样子 所以这本书虽然以单身为出发点 但基本上是让你可以脱离单身的行列的一本 幸福甜点书是吗 算是 而且我很书上很多 包括是可以用线程的东西去组合 嗯 就是说其实台湾最方便就是便利商店 是 那我里面就有一道可能我去买市售的蛋糕 或甚至我们吃不完蛋糕 都是可以拿来运用的 那我们可能加一点cream cheese 然后再买个巧克力 我们就可以做成小孩所谓的kepper 待会我们就来介绍这种 可以从 就是等于说pepper的方法 就是到便利商店买一些线程 用半线程的方法 来做一个很棒的这个甜点 这样子 待会马上来问我们的烘焙点子王 陈文三老师 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FM03中广流行王蒋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今天访问的是烘焙点子王 陈文三老师 Mountain老师 哈喽你好 嗨你好 张伟伟你好 对 只要在外面教学教多了 就发现学生们总是有一些问题 那这些问题是 老师还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老师我们家我们要做烘焙 可是我们家没烤箱 老师这个老师那个 所以逼的陈文三呢 就想了很多 简单便利的方法 让这个家里尤其是单身汉 或者单身女生 他们家里厨房一定不大嘛 甚至有人住的地方 可能就是那种套房类的 可能就是简单的电锅 平底锅 做一些简单料理 这样子也可以变出 这个外面买得到 看起来就很漂亮的甜点吗 答案是确定的 刚刚老师说第一个点子就是 可以去便利商店买一些食材 那种食材是半成品 对 当作来半成品的食用 比如说买一些蛋糕 外面便利商店买得到的 再把这个蛋糕再做成蛋糕 这么高杠 一个所谓的甜点 就是说 它没有个顶 就是吃起来可以有幸福感 然后就是 你在吃的时候 你不会想象说 它原本就是我们常看到的海面蛋糕 听起来很模糊 我们请我们陈文老师来介绍一下 好 例如说我先来举例来做一道 就是叫做蛋糕棒棒糖 蛋糕棒棒糖 这个材料它其实基本上它只有四个 甚至其实你只要三个就可以做完了 单身的人为什么要做个蛋糕棒棒糖 给自己吃 这一看就知道 这是要带礼物到别人家去 算是算 就是我们可以做一只一只 然后去有朋友家小孩啊 做客啊 或者是包括其实一起分享的概念 对 如果是男生会做这个蛋糕棒棒糖 你带去那种另外一个男生家 就有家庭的男生 他就哇 你有这种手艺 他就开始被你宣传 对 然后你开始就变哇 很多女生都知道你会做蛋糕棒棒糖 你就变了一个话题人物 而且其实上面 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去 算是追求女生的一个 或者骗小孩的方法 对对对 因为其实这个我在 就是如果很多小朋友来 有时候我也很累 下班回去很累 可是我很提倡 不要一直看平板之类的 那我就去便宜商店买了 例如说买了两块海绵蛋糕 对 然后呢 我家都会有 其实都有吃 如果你平常有吃菌起司 嗯 就是奶油乳酪 对 那你就把这两个混在一起 嗯 当中菌起当作是一个媒介 那我们就带手套呢 把它搓成一颗一颗的 是我们喜欢的造型 包括有时候你可能 有你的巧克力是有圆圆的 你可以把 你也可以巧克力融化完之后呢 把我们搓成圆圆的 海绵蛋糕加queen cheese的 可是queen cheese通常都比较稠 然后有时候你挖出来的时候 它还比较难 有时候呃 比较从冰箱拿出来嘛 对对对 所以是不要等它软一点呢 也不用 我们用手温啊 哦 用手温 因为我们是用手去抓 然后把海绵蛋糕 一起拌 一起拌 那海绵蛋糕要不先事前 就把它捏成一块也不用 你就用手拨一拨就好 哦 所以你只要有 就是你只要锅碗瓢盆都可以 对 那我们就把这两个把它拌成团之后呢 我们就戳我们要的大小 你的意思是说 比如说我海绵蛋糕在中间 外面是queen cheese 还是不用care 一起混就好 对 不用管它 不用管它 OK好 这么简单 太简单了 好 就感觉不会失败 对你可以 开始就是失败的感觉 你可以用复杂点 你可以用什么蔓越莓干啊 现在草莓 你像包大福一样 哦 你可以把它复杂化 可是我们就是用简单的东西 这是最基本做法 最基本做法 queen cheese加上吃不完 或者你买来的海绵蛋糕把它揉在一起 揉在一起 那像外面市面上卖那种古早味的蛋糕 也可以啊 例如说它已经放两天了 对 可是已经不想吃了 你还把它变化成另外当隔天早餐啊 OK这个很棒哦 大家仔细听了 queen cheese加上海绵蛋糕把它拌一拌 对 变成一小颗一小颗的 就是我们可以做成一个圆圆的之后呢 这时候我会让它更讨喜 跟食用性方便 所以我们会去买一个 例如说没有的话都用竹签啊 那竹签比较 low 你可以去买一个棒棒糖那个纸 纸棒 那你就把它插进去 烘焙店都会有卖了 烘焙店 现在其实包括大创这些都 就是 大创这些都会有 对 或者是说家乐福 就是连锁饭店 基本上也越来越多来做 都买得到 棒棒糖的纸棒 对 因为那是给做馒头 它可以蒸的 它可以受热或微波都可以 了解 好 那我们做完一颗一颗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买你喜欢的巧克力 包括或者是说 朋友送你的巧克力 吃不完 或是吃腻了 对对对 那你就把它隔水加热融化 那我们就把那个棒棒蛋糕呢 把它沾成一颗圆圆的 那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像小朋友的话 有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用两个圆圆的巧克力 黏在耳朵 就变成像熊一样 那你也可以就是像我在上面造型 就是几个双色啊 点缀一下 那如果你有心仪的对象 我想跟大家讲一下 刚刚所谓的巧克力黏在耳朵 不是把这巧克力黏在你小朋友的耳朵上面 是你先做了一颗球状的这种棒棒糖 然后这个球上面两边再做两颗小的 对 让它变成类似一个熊的耳朵的一个棒棒糖 对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用 那讲清楚一点 我怕大家把做好的棒棒 黏在小朋友耳朵上 然后呢 我们再用那个龙的巧克力 把它可以画眼睛啊 把它点缀这样子 那我之前有看过一个个案就是说他在上面写 求婚的 就是说谁谁谁请嫁给我 嗯 他就直接做好一盒之后插在上面 然后正在打开 他装在一个盒子里面 然后打开就是说谁谁谁请嫁给我 这样 变成是一个求婚的蛋糕 对 因为其实这样做起来蛮简单的 因为他说其实很多东西不用很复杂 可是女生会觉得说至少你是用手亲自做的 并不是说买个县城或是说花钱去来做 嗯 因为这个就是还是要需要点工啊 嗯 算有点时间花久一点 可是我觉得这材料是不是很难取得的 嗯 这是这是第一种方式 这是第一种提案了 对 另外一种也是可以从便利商店买一些这个呃 县城的一些东西 然后再把它摇身一变变成很不错的甜品的话会是什么 或者是说提拉米苏好了 提拉米苏也可以 对提拉米苏这个我虽然是我的书上是用方框 有一点点麻烦 那可是基本上我们一样 我们家里有这个这时候比较材料多一点 可能就要多一个鲜奶油 嗯 可是我们的蛋糕部分呢 因为我们正常是要烘烤一个叫finger cake 对 就是直行蛋糕 可是呃 你说铺底的是不是 对铺底的 可是后来呢 我觉得吃了一款饼干叫做孔雀饼干之后 什么 因为孔雀饼干 它其实是一个蛋香味很重的 对 那你认真回想一下 如果我们自己做子型蛋糕 它其实就是蛋香味很重的一个蛋糕 而且孔雀蛋糕它是你吃以后 它里面有点空空的空气的感觉 对 感觉它蛮会吸东西 会黏在你的那个上额上面 就因为我看有些主厨他在做提拉米苏的时候会去买那个呃什么手指的对对对对手指饼干那样子的那个其实是比较贵一点点而且有些地方还没卖但是孔雀饼干真的到处都会卖 而且你可以买你喜欢而且你其实我这是为了做出来成品票其实你在家里可以拿一些方形的那个乐柯柯柯那种碗 你就可以堆叠起来像我这样下面先堆一点孔雀饼干孔雀饼干 然后呢我们会做一点咖啡酱汁如果有小朋友的话我像我之前做小朋友的话我就是做巧克力酱 然后你就觉得说这个除了苦甜的味道呢又带一点有一点蛋的香气 然后这时候呢我们可能要准备两个三个材料好了 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动物性鲜奶油 然后呢还有一点点糖去把它打发 可是真正其实提拉米苏它重点是那个软乳酪叫做mascarpone 那我们再用跟mascarpone一起混合这样就是提拉米苏的基底了 是那我们就可以分别就是先把孔雀饼干先铺平 然后刷上如果能接受咖啡的呢我们就刷上咖啡酒 那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就刷巧克力酱 然后这时候呢我喜欢带点苦味所以我会撒上一点点的可可粉 因为如果你刷咖啡酒在饼干上它其实有时候太湿 我们台湾人吃的比较不习惯 可外国可以吃的很湿 糊糊的都不是太大问题 所以我们撒一点可可粉带点苦味 那我们再把我们的提拉米苏的慕食把它分别把它挤上去 然后就在分别把它叠三层 就是叠算叠两层啦 一层饼干一层慕食 然后再一层饼干再慕食这样子 那冰冷冻可能冰冷冻可能一到两小时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撒上可可粉就可以吃了 非常快速 听完这个真的觉得是个点子王 而且你看它的分解图你就想 我今天就可以来试试看了 这个提拉米苏很好做的感觉 但是好不好吃呢 好吃啊 因为其实会比你那个应该是说怎么讲 会比你认怂失败率更低啦 应该这样讲 因为我们传统为了好吃 我们可能会做个淡奶酱 所以说是安格列斯酱 可是如果你又很少下厨的情况下 你在做这个淡奶酱的情况下 有时候可能变成淡花糖 那我的就是用我的投机的方式 就是用孔雀饼干来取代 我那个淡奶酱的淡香气 太厉害了 好听到这边 大家对这个老师的棉烤箱完美烘焙数 就更有兴趣了 待会广告回来 还有什么零失败的提案 马上请陈文生老师告诉我们 马上回来 FM03中广流行网 讲公厨房回来了 今天访问的是烘焙点子王陈文山老师 Hello 盲谈老师 嗨 你好 是的 刚刚在讲这本书就是有关于 就是最重要的是零失败的 对 可是我刚在广告的时候问一下 陈文山老师 就连是老师 因为其实这是比较不传统的做法 对 你说用平底锅或是用电锅来做这些甜点 而且很多都是其实我们在外面在卖的那种比较西式的糕点 然后这个看起来就是成品是视觉上是很美的一些甜点 但是又不是用烤箱做的 那总是你也要有时候你要远是点子出来的嘛 你创意有的话你总是要试试看有没有什么比较容易失败的地方 大家都很想知道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但是更多的时候如果你可以告诉大家要注意怎么样会容易失败的话 可能也是大家可以留意的地方 好 没问题 其实蒋公馆是经验非常丰富 这个问的很好 因为其实我举例来说 好 我里面的蛋糕 如果是你本身是用烤箱的蛋糕 烤箱它会有水分挥发这个问题 可是蒸的蛋糕在蒸汽它毕竟只有一百度 的情况下它的蒸的威力是不够的 所以我觉得它整本书最重重点就是说 我在试做的过程当中 我也蒸过蛋糕缩腰或是炸开 可是缩腰的目的就是 我一开始只是把我们烘烤的蛋糕的配方来做 可是那时候我们为了希望在烘烤的时候烤完之后 蛋糕还是保持湿润 所以我们只是在配方当中油会放的非常多 但是你在蒸的情况下你的油是要非常非常少 因为它本来就是水气垢的 所以它再怎么蒸都不会太干 所以你反而你油太多的配方来讲的话 你的蛋糕是膨不高的 了解 所以在蒸蛋糕所有的蛋糕不管是马芬或是黑糖糕 其实我油量都非常少 甚至可能就只有10克20克 就是一颗6寸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经验这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不同的厂牌 它附送的量杯会有不同的大小 所以有时候它可能我们预热情况下它预热很快 那其实我们一般就是用比较大的厂牌 因为我想说它牌子的大家都至少会用的比较习惯 所以我就用小量杯 可是我最近在发生是说我用大量杯 因为我们可能有些开始都用一些进口的 它量杯太大 它分钟太久 因为通常我们一个量杯大概是15分钟 平均来讲 可是现在有的量杯会到20几分钟 所以你反而不用放那么多 因为有时候你可能蛋糕炸 这在蒸的时候 它等下面水在滚 反而是炸过头 反而是容易这个 所以这点就是要大家多注意了 因为你这里面有很多蛋糕类的 简单的是比如香蕉蛋糕 或者什么柠檬蛋糕 或者你刚刚说的马芬 这些苹果蛋糕 黑糖糕 这些其实都是你用电锅来做 都用电锅来做 比如芝麻水蒸蛋糕 这通通用电锅来做 对芝麻水蒸蛋糕 这个也很受欢迎 因为就是觉得 你蒸完之后可以 格林冷却完可以当早餐 但是这个就像你刚刚说的 在蒸的时候要注意那几个事项 因为大家以前用烤箱 然后现在换用电锅 你要知道它的原理 对 它的热度 还有它的 你蛋糕想要吃湿润感 然后之前为什么添加这么多油 这是就不需要 保湿嘛 现在反而不需要 因为你是用蒸烤的方式这样 做一点调试 你就蒸出来就会变成零失败了 好另外一个单元 就是老师说 其实你蛮惊讶的 有些人蛮 你当初本来想说 像这种糖质类的东西 像我们在餐厅里面 都是做配菜 一些应该配色 或是一些小小的配角 可是在这个地方 摇生一遍变大 很喜爱的一个点心了 就是我举例来说好了 像我在拍的时候 刚好是水蜜桃产季 那水蜜桃 它其实是一个很清香的水果 那我会觉得 它是一个很清香水果情况下 我就觉得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它蜜它 来制作 因为其实我们以前 传统我在外面学习 或者是跟一些老外相处的情况 它们都是会蜜的东西 会比较味道比较重 但是它配清甜的 可是因为台湾的水蜜桃 种得很好 所以我反而就是用一些 比较没有调味的 就例如说用白酒 白葡萄酒 我就不会用红酒 去把它蓝色 那我反而就是用白葡萄酒 然后跟一点点糖 还有用一点丁香 跟月桂叶去蜜它 然后刚好10月多 11月的时候 刚好又是那个柳丁的产季 所以我就跑一点 带一点柑橘味 就是我的蜜的时间没有很长 我只能煮十几分钟而已 因为蜜桃很容易烂 对 所以我可能就煮15分钟 但我是用热泡的方式 对 然后热泡大概两小时 就把它拿起来 你就在吃它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哇 它怎么就是有淡淡的陶味 因为我觉得 蜜东西已经不是 不会像以前 就是我完全已经吃不出 水果本身的味道 因为像罐头水果 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自己做 然后其实我觉得蜜完这些 你可能你花很多时间去蜜它之后 其实你可以摇身一遍 把这些汁变成果冻 Jerry 那你再放果肉上去 它就是一个高级甜点 就像你这边白酒香草汁蜜桃 就是先去蜜汁这个蜜桃 然后这个汤汁 你在旁边一页就教大家 怎么做白酒蜜桃冻 对 这就是一个方法 就是可以一次做两种东西 你可以做两种东西 你就不要浪费 没错 然后包括其实这些你做完 你可以像我今天是做杯子的 你可以做成一盘 然后切块之后 你可以做沙拉 你可以例如说 我今天做个鸡肉沙拉 你也可以把它摆在上面 多个水果的香气 跟个像以前我们做猪肉丼 倒也是一样的 你反正多个清爽感 其实这都是属于 比较偏向餐厅的甜点 对 这已经不算是一个 真正烘焙的甜点 它属于说所谓的 我们叫阿拉卡 就是所谓的味上 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们会把一个算盘式很漂亮的甜点给你这样子 所以你会觉得说这个东西 因为妈妈们在做的时候最害怕就是做完了 主体没问题 可是它的附加东西怎么办 所以我们反而可以把它利用可以做成一些动类之类的 那像刚刚那种秘制的东西 是不是也可以把它变成蛋糕里面的一个部分的食材 可以 例如说我们例如说 好 如果你能接受辣的话 辣的话 其实你可以就是我的辣凤梨那个汁 你可以把它取到我蛋糕里面的液体 牛奶之类的 对 因为这边就有一道很特别 叫香料辣凤梨 这个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很难想象它的味道是什么样 不过因为其实凤梨它常常拿来入菜 因为它那个味道很重 又很甜 它又带很多汁 所以有时候在菜肴里面反而有一个解腻的一个感觉 所以它跟辣做结合可能也不会像那么突兀 不会不会 但是这个香料辣凤梨的食材又很少 算蛮多 所以我不好意思介绍 是蛮多的 只是说 对不起 我所谓食材它只有凤梨 对它只有凤梨 那因为其实anyway 其实我觉得它最主要先把元素先跟大家讲 因为其实在家里可能没有像我们这么多调味品 那它最基本那个外国师傅告诉我说 它只是说我第一个我们是要水吗 因为凤梨我们还是要密制它 我们还是要水 可是它们一个经典就是用红酒醋 但是其实它告诉我说 Mountain因为它是澳洲人 它说它们的澳洲的红酒比较酸 它说如果你们在台湾比较好取的就是巴沙米格 它是比较甜 所以你相对糖就可以少一点点 好 那其实他们澳洲他们在吃这一款的时候 他们很喜欢rich 就是他们喜欢味道是层层堆叠的 所以它就放蜂蜜 好 基本上你只要这三个元素就够了 其他其实 例如说我后面所说的肉桂棒啊 丁香 胡椒粒 这些呢 其实都可以拿掉 没有关系 因为它的辣味来自于红椒粉跟干辣椒片 所以你可以用这样 你不用新鲜辣椒 因为它味道太野了 因为小弟我本人试做过 吃完之后发现真是只有三个字 就是圈圈叉叉的的 很辣 所以你只要用淡淡的那个辣 但是这一款传统的吃法是 加一个香草冰淇淋 你会觉得的话 它就反而是柔顺的 好的 待会回来呢 还有一个最特殊的单元就是 这个单元就是放入冰箱等一会 待会呢 我们就来问一下Mountain老师 什么东西放入冰箱等一会 会变得很棒 马上回来 FM03中广流行王 讲工厨房间访问的是 烘焙点子王Mountain 陈文山老师 老师好 你好 大家好 最后一个单元就是放入冰箱等一会 这听起来就是果冻类的 或是像我们刚刚讲的提纳米素也算是这种 对没错 放到冰箱以后它更好吃 对不对 对 那基本上有说是用冰箱来做一个 对就是等待 等待它 可是现在人都比较急促 比较急 所以呢我还为你介绍这一道 我觉得很喜欢大人小朋友 目前这道菜应该是没有零克数 这是完全零克数 没有克数完全没被打枪过 完全没有被打枪 荷尔必斯鲜果丼 对 这个小朋友一听就想要吃了 因为我觉得如果吃鲜果丼很无聊 所以呢我会在我的杯子或是果冻底层 做个科尔必斯的风味的 那我们很简单就是说 其实科尔必斯不见得要用科尔必斯 你可以用所有的乳酸饮料 例如说养热多啊 或是说你剩下的都是乳酸 酸奶 沙烩cream都是可以的 那我配方当中的煉乳是可以拿掉的 因为我本身我是男生 我没有办法吃这么酸 我这个煉乳只是增加颜色的 那我一样我们的凝结能力来自于果冻粉 可是我这个果冻粉配的非常非常的少 因为我250克的液体我只配8克 所以亲爱的听众不要以我配方写说 因为我本来是要做暖嫩的 因为我希望让大人小的就是可以吃 我不要吃那很Q弹或一夜到那一种 对 好那我们当做科尔必斯这个果冻做完之后呢 我们先把做杯子把它灌成一半 那我们做一半之后去冷藏 可能冷藏只要30分钟就可以了 就做底这样 对做底 嗯 然后这时候呢 我要就是你可以买现在所有的水果 都会来放 比如说你有火熔果啊 葡萄啊 草莓啊 柚子 所有水果再把它放满 经过30分钟之后呢 你把它拿出来之后把它放满 这时候呢 再给我10秒钟 我来教你做一个 一样做法是一样的 我们将水跟一点柠檬汁 然后呢 我们做一个透明的果冻 嗯 我们上面摆完水果了嘛 那我们再把这透明的果冻 把它淋上去 这个东西都要干嘛 保护水果不要氧化 哦 所以这样 它就很漂亮 两层就很缤纷了 对 下面那一层就是科尔必斯的那个洞 对 上面就是缤纷的水果洞 对 小朋友一看就觉得很好吃 而且是保湿 对 妈妈妈做这个 这个先做好 先做好 有客人有小孩来 这个我们实验过可以放四天五天 水果都还不会ranking 今天回去就试试看 对对对 这很方便 也不一定只有这一道 你一听就知道 陈文山老师 其实每一道 他都有很多提点 大家这本书真的是算是 你如果不要用烤箱 可以做出这么多甜品的 这真的是宝书了 所以应该叫陈宝山老师 陈宝 谢谢 入宝山拿到很多很棒的秘诀 73道电锅冰箱 平底锅就可以做的 这一人份的甜点提案 今天非常谢谢 零失败的陈文山老师 谢谢 谢谢 这本书希望大家好好收藏了 我们讲公厨房 下次再见 拜拜